敲敲门聊心事 听懂彼此心中没说出口的事 苏美人99.1大千电台 敲敲门聊心事 我是念词 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七点钟 跟礼拜天的晚上八点钟 我们都会跟专业的资商心理师王子欣 来聊聊一些案例以及故事 那么的读懂自己的心 也看得懂别人没有说出口的心事 那在我身边的就是专业的资商心理师 王子欣 子欣你好 大家好 我是心理师王子欣 我们今天跟下一个礼拜 我们要谈的这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名词 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在媒体 在各个影集 甚至新闻版面当中很常看得见 但是我想为什么要特别挑这样的一个 集数来讲 占了两集的分量 其实想子欣在安排这样一个内容的时候 也希望说可以帮大家稍微的厘清或整理 是不是每个我们在新闻版面影集电影戏剧当中所看到的一些相关于心理学的名词都是我们以为的那么的极端 例如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思觉失调症 大家可能碰到一些新闻画面 我们就会联想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症状的患者 他是暴力的 他是会伤害人的 或者是他的手段是比较的凶残的 那是不是真的都是这样子 还是只是被放大处理呢 我想我们在今天跟下周的集数当中 我们好好地聊一下思觉失调症 那我想子欣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思觉失调症 除了这五个字本身很难念之外 思觉 思想的思哦 思觉是什么样的感觉 跟我们平常在谈到的味觉 嗅觉 触觉等等 它都是感官的感觉吗 对 那思觉失调症 它是2014年才改名的 怎么新啊 它以前叫精神分裂症 哦 一听就 你有改名过吗 我没有呢 那你觉得一个人为什么会改名 觉得运气不好不顺 就是一些比较负面的状态 所以我想要改 然后变得更好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 心理疾病也会改名 它是唯一有被改名的吗 它是唯一一个 有被改名的 从这个精神分裂症 改为思觉失调症 那有一个自上心理师 叫张艺平 他写过一篇文章 他说名字是世间最短的咒 咒语的咒吗 咒语的咒 那这个名 这句话其实是从电影 阴阳师秦亚吉的开场 在那部电影里面就是啊 所有的这些法师啊 巫术啊 你只要知道他的名 你就可以下咒语 所以他认为名字就是一个人 你自我认识的开始嘛 死亡笔记本好像也是这样 你写了名字之后 你就可以对他做些什么 这在我们台湾习俗里面蛮好懂的 好像改名就可以改运 对 有没有 那其实从心理学角度来讲 他就是一种类似叫自我催眠啊 就是你好像改了这个名 你的新的大好人生 就会从改名的这一刻开始 崭新的一刻 对 崭新的一刻 你就可以有所改变 所以这个心理疾病会改名 可见得有一些 我们想要给他不一样的期许在吗 那这个改名啊 他除了中文改之外 他其实英文也有改 我们待会再来谈 那你有英文名字吗 我有耶 你英文名字是什么 我是那个Stacy Stacy 那你喜欢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是某一天就是 网路吧还是书本我有点忘了 他不是每个名字都会有一些 他代表的意义或意思吗 那这个名字就是 积极乐观开朗的 就觉得这个名字看起来就好像还蛮不错的 对 我们中文名字如果很难改 我们是会找一个英文名字来辅助 然后会朝这个方向前进嘛 对不对 那在改名这件事情上 因为要帮小孩取名啊 然后我就找了一些蛮好玩的 比如说因为我小孩姓陈 对 然后就不能叫路卡 陈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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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我英文名字是不是 也不能叫莫妮卡 Lords 就是你需要想一想 怎么样让这个新的名字 来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人生嘛 那这个心理疾病会改名思觉失调 原本是从精神分裂症改来的 可见得它有它的历史存在 那它改只有改中文译名 它以前的英文名字我们待会再说 它的英文名称叫做Skylophonia 它意思其实就是Skylophonia的结合 那以前Skylophonia它其实就是精神分裂 所以直接把它翻译成为精神分裂症 后来发现这个精神分裂症 在台湾医学学会跟康复之友联盟 他们积极的推动精神分裂症更换疫名活动 那卫福部后来2014年的时候 就帮它改名了 改为思觉失调症 为什么要改名呢 是因为它参照日本的经验 日本花了7年把精神分裂症更换疫名 它的英文就Skylophonia 所以很容易就翻成精神分裂 加分裂 结果它改名之后发现 提高就诊率20%到40% 也就是说更换名字 可以去除长久以来 社会对精神病患的偏见跟错误认知 也给它一个健康跟公平的对待机会 那为什么所有心理疾病只有思觉失调症 要被改名 为什么叫精神分裂症 他觉得分裂分裂就是不好 是这样吗 因为它是一个需要长期被治疗的疾病 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改名提高它的治疗 因为它是需要长期 只要被下了这个诊断 真的是需要长期的 也别鼓励患者走出来吧 对走进医院走出来 是因为来来来新闻记者媒体 我已经很久没跑新闻了 模仿一下报导的那个口气 就假设发生了一些重大的社会案件 然后它那个案件的手法 不是我们一般人能想象的 极其残忍的 那身为记者同意你会怎么报导 这样子我会讲好吗 这一段影片 台中市区在稍早发生了一起 意外的凶杀事故 那个行凶的凶手 疑似是精神分裂症患 以前啦 疑似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因为情绪极其的不稳定 所以呢 拿起了在厨房当中的菜刀 像这个被害人刺杀的击刀 对我感觉好像有清零 我第一次坐在旁边听记者报导 这我人生的高峰经验 就是通常都会用那种疑似 精神异常 恐罹患 精神疾病 来报导这些事 而这些事情会被报导 当然就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吸血度 就是会吸引眼球 大家都觉得 哇这什么事情啊 那因为思觉失调症的患者 他们其实长期处在害怕里面 他们真的要去动手 其实都是没有走入治疗的 哦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在媒体当中 或是戏剧新闻里面看到 比较具有攻击性的状态 其实不是常态 不是常态 哦 他非常少 只是因为他们大脑的认知结构 或者是感觉异常 所以会让他做出来的行为 是我们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再相当他的思考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当他说出来的话 你就会觉得 哇怎么会这样 所以子星我问一下 像当然我们现在叫做思觉失调症 可是我们回过头 在他还没改名之前 叫做精神分裂症 如果以这个字面上面来看 姑且不论他是好与不好的形容 但他最初这个病症叫这样子 代表说他同一时间 在这个moment里面 他会出现很多不同 或至少两个以上的想法 他不知道天使恶魔 选左选右 所以让他没有办法判断 当下他要怎么做 他就内在有非常多的分裂的心灵 非常多 非常多 但并不是像我们说的多重人格那种 他是内在有非常多的声音 非常多的幻觉 所以他无法分辨 这究竟是事实 还是幻想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讲思觉失调 这两个字需要翻开教育部 国语识典吗 好啊 这次不用 思就是思考 也就是你脑袋里面的想法 觉就是你所有的身体器官 都叫做感觉器官 那他代表就是他的思考跟知觉 他的感觉器官是失衡的 所以刚刚念词讲的蛮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所有的感觉器官 都会产生一个知觉 知觉是大脑判断来的嘛 所以你想想看你身体有所有的感觉器官 包括什么 触觉 触觉 嗅觉 嗅觉 味觉 听觉 对 所以这些出现了幻觉的经验 所以你想想看他可能就是脑袋里面有偏差怪异的妄想 然后他身体是出现幻觉的 比如说是幻觉 听幻觉 那他的世界其实会让他自己非常的害怕跟惊恐 就例如其实明明没有人跟我说话 但我觉得有人或有声音一直在我耳边不断的 嗶哩巴啦嗶哩巴啦嗶哩巴 但其实他可能周围没有人 或周围有人但没有人跟他说话 是 而这一些妄想或者是幻觉 虽然我们的药物发展才六十多年 可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所以只要愿意就医 他其实是可以好好的治疗 他是需要被治疗的一个疾病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卫福部康复之友联盟 台湾精神医学会 帮思觉失调症 这个名称 我觉得非常的棒 应该鼓鼓掌 真的应该鼓鼓掌 就是他真的是需要一个被治疗的 那我也觉得文化部超棒的 给我们这节目一个机会 真的 因为他很需要心理味教 而且是正确的认知 然后去投入医疗或治疗 是的 他只要愿意就医 像精神科药物真的是能够 我虽然不是精神科医师 但是精神科的所有的文献都提到 包括卫福部自己出版品都提到 只要是妄想或幻觉 现在有很多的药物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只要稳定的就医 对思觉失调症患者来讲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他可逆吗 透过药物或适当的医疗资源 我们待会来谈治疗跟治愈 OK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是他需要被治疗 好我们待会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再来深入的谈 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了说 思觉失调症患者 他可能会因为有很多 刚才提到可能幻听 或者是幻想也好 或者是说他在视觉上面的一些 跟现实的落差感也好 导致于说他其实整个脑袋的思绪是混乱的 他没有判别真伪的能力 或没有办法判别这个空间 真实感的存在 那他是有办法可以自我控制吗 也就是说他是忽然 比如说遭受刺激 才会有这样的幻觉出现 还是说这个幻觉是一直存在的呢 今天我们跟子星谈的 这是一个近几年 真的还蛮容易 在一些报章媒体杂志 甚至就是戏剧都会引用到的 一个精神疾病的名词 现在叫做思觉失调症 但过去可能你有曾经听过 叫做精神分裂症 但不论如何 他现在已经证明 为思觉失调症 那前面子星其实有跟我们谈到 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很多的 报章杂志新闻媒体甚至是戏剧的桥段当中 所感受到的思觉失调症的患者 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极度 我们认为是暴力或是比较残忍的行为 但他绝对不会是思觉失调症的一个统一的样态 绝大多数他可能还是比较隐性的一个行为 那甚至是说他可能会因为自己不时出现的一些 幻听啊或者是妄想的症状 让自己的这个思考思路 呈现一个打劫的状态 不过子星我想问一下 他这样子呈现打劫的状态 或是幻听幻想的状态 他是可以自我控制的吗 或者是他会有自我意识吗 还是因为外界的刺激 他可能会马上就进入这个状态 他是一个蛮多重的复杂的原因所造成的 那我们在谈思觉失调症的治疗 其实他的治疗的历史是非常长久的 也就是说在很古老的时候 因为人类啊没有办法控制外面的天灾 所以他就会发现这些风火与水土啊 都没有办法控制 你不能叫台风不要来嘛 然后他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他发现了这个人 他的思考行为出现异常的状态 你觉得古时候人会怎么说 卡到阴之类的吧 对就会觉得他邪灵入侵 丢高 然后就会用各种驱魔的方式 帮他把身体里面恶灵给逼出来 所以我们以前看到那个研究 他谈到古石头治疗思觉失调症的那个状况 稳疏不赢 比如说他会帮他头盖骨钻洞 然后让那个邪灵跑出来 他如果邪灵跑不出来 他就会说魔鬼同路人 就想办法让他生命消失 所以以前的治疗方式 其实就反映了我们对于这个状况 非常的害怕跟不了解 所以我们后来更名为思觉失调症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稳定的就医 因为他可以降低很多很多的 害怕的这种经验嘛 所以多数病情稳定的人 他稳定就医 稳定治疗 然后呢他可以知情达理 言谈事切 他甚至可以照常就学工作 而且做很多日常的活动 我蛮多个案 他就是持续的在服用精神科的药物 然后他还是可以做日常的生活 你完全感觉不出来 他是一个思觉失调症的患者 所以我们现在集会来谈 怎么样自我帮助 那个有一些辨识自己出现一些幻觉 或妄想的一些先兆的迹象 每一个人不一样 他还是可以正常生活的 他是可以正常生活啊 我很多个案都是这样啊 他就是持续的就医 然后持续的谈资商 他是可以正常生活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思觉失调症的诊断标准 第一个就是妄想 妄想是什么 妄想 妄想就是想一些能力不可及的事情吗 是可以这么讲吗 妄想 妄想叫delusion 他意思就是说 现实上是一种错误的判断 而且没有人相信 内容是不可能的 那妄想跟幻想 一样吗 不一样吗 幻想 这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啊 不是吗 来我们这次翻开教育部国语词典 这次有用上 这次有用上 每日一词 一周两级念词 哎呦 你真是很会下标 好 那教育部的国语词典翻的就是啊 幻想 对 就是空虚而不切实际的想法 教育部国语词典的例句是 对 你如此漫不经心 想要考上大学 简直是一种幻想 嗯哼 意思就是 虽然空虚不切实际 但是有没有可能漫不经心会考上大学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幻想 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嗯 他有可能就黑马就考上了啊 所以即使再怎么漫不经心 他还是可以幻想嘛 还是有可能会考上嘛 对 所以你有没有幻想过 有啊 我幻想过我考台大啊 也没办法 哈哈哈哈 我幻想我林志玲啊 也要下辈子啊 哎我国中超爱强尼代仆 哦 哎他他很性感帅 嗯 对 我也觉得他好帅 嗯 然后 你幻想你老公是强尼代仆吗 哈哈 国中嘛 国中总是有一点幻想嘛 嗯 后来发现异国恋真的难度比较高啦 对 就是找一个台湾人长得像强尼代仆 强尼代仆太太听起来 感到怪怪 翻成英文 哈哈哈哈 翻成英文然后怪怪的 哈哈哈哈 哎我反正就很爱他啦 嗯 然后就买很多他的这个海报啊 他的书啊 对 可是后来发现了那个孙耀威 你知道这个人吗 我知道吗 不好意思我们可是有点点 OK 现在举这个孙耀威的例子 不知道觉得听众朋友觉得很遥远 他谁 我跟你讲 他那个认识逆真 他天啊 那歌一放 我真是我的心都被揪住了 我不得不说 你在节目当中唱了这么多次的歌啊 唯独最准吗 唯独最熟 哈哈哈哈 我又不是因为认识这个人 我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 真的还假的啊 哎你没有一个音 在对的音介绍 你待会撞 哈哈哈哈 你等一下中场一定要播这首歌 哈哈哈哈 就是 你就是他那个笑容 搭配那个旋律 阳光男孩 阳光男孩 我就觉得我的心在跳 哦 胸口在燃烧 然后从此之后 我房间就贴满了孙耀威的海报 哦 然后对别人都说 嗯 很低调啦 嗯 很低调就说孙太太 哈哈哈哈 你有低调吗 哈哈 这就是一种幻想 嗯 幻想 所以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是孔流孔太太 之类的 普宝健普太太 普太太 对对对 就很多的幻想 但是幻想是健康的 嗯 也就是你偶尔幻想一下啊 做做白日梦啊 嗯 这有什么关系 哦 幻想比较像是白日梦的感觉 对 而且幻想 还有一点点现实基础 嗯 你怎么知道 改天我遇到孙耀威 哪天不会变孙耀威的 哈哈哈哈 给我个机会嘛 就有可能 嗯 虽然微乎其微 嗯 好不好 很低 嗯 但是现实上 有机会 有可能会发生嘛 就是有机会会发生 那个就叫做幻想 嗯 所以幻想是健康的 对 但是如果是妄想 嗯 就是生活当中 几乎 嗯 不可能发生的 无妄 无妄的 那个妄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写那个字 一个王 嗯 然后再一个女 嗯 妄想的妄 嗯 比如说想象自己是 是拥有上街平妃的 妖 嗯 想象自己是皇帝 嗯 然后说自己是天神降临 嗯 这个就叫做妄想 嗯 所以思觉失调症的 第一个诊断的标准 就是妄想 嗯 没有现实基础的 对 嗯 所以如果你的太太说 她是孔流孔太太 你不要指的她说 你这个思觉 是妄想 她搞不好有机会 对 她搞不好有机会 对 那只是妄想就是 她是一个 她真的确信她是 嗯 而且别人告诉她说 不是这样子的啊 嗯 但她深信不疑 嗯 而且内容是非常不可能的 嗯 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 所以在妄想里面 有几种类型啊 比如说爱恋妄想 爱恋妄想 就是嗯 妄想别人总是爱自己啊 嗯 然后觉得这个 我跟对方做过什么事啊 嗯 其实明明没有 嗯 那当然她信以为真的 对 就是有这样的事情 嗯 或者是夸大 嗯 比如说 说自己跟某一个名人 有特殊关系啊 然后她跟那个名人 一起吃饭啊 一起做什么活动 这叫夸大 嗯 那举一个这个片里面的 小丑这部片 哦 小丑这部片里面 对 那个小丑的妈妈 嗯 是不是说 她跟另外一个名人 对 发生了关系 生下了小丑 嗯 所以她其实结合了爱恋加夸大 嗯 就是她跟这个人 发生了一些美丽的爱情故事 嗯 然后爱得死去活来 可是被迫分开 嗯 然后但是这个爸爸 你的爸爸时常关注着你 嗯 嗯 她其实就是爱恋加夸大 对 那第三种类型叫嫉妒型的妄想 嫉妒型 也就是她总是怀疑伴侣不忠 哦 那我们下一集要谈的那个文国士 对 她是一个作家 嗯 然后她的父母 其实就有这种 呃 嫉妒型的妄想 比如说她爸爸怀疑她妈妈 嗯 这个背着她偷偷来 对 然后就砍了她妈妈嘛 嗯 这就是嫉妒型的 对 那其实她比较常见 像是被迫害型的 嗯 她总是觉得别人在讲她的坏话 哦 被害妄想 真是吗 对 被害妄想症 嗯 被迫害型 其实就被害妄想症 对 但她并不是一个 就是思觉思想症里面的某一种现象 对 然后她可能会想象 那个所有的电线都在监听她 嗯 她就会感觉自己持续被监控 对 被恶意的对待 对 不然就是有身体型的 这是最后一种 爱恋夸大嫉妒 被害跟身体 比如说她妄想自己的身体 对 有不一样的魔力 或特质 这个不是自恋吗 就觉得自己身体摸异不重 比如说她能够千里一眼顺风了 哦 是这样子 哦 有一些特异功能的感觉 对 但像我有一些个案 她说 她没有办法把书读进去 是因为她头脑后面有三个洞 读了就流出去 对对对 但没有那三个洞 不可能 对 但是她身性不移 就是那三个洞 让她没有办法读进去 嗯 就是身体型的 对 那妄想 就是思觉里面的思 思的部分 对 觉就是后面第二个诊断标准 她会有一些幻觉 幻觉 也就是说 没有人可以跟她一样的感受 嗯 但是她身体感觉 却感觉到了 嗯 比如说 嗯 是幻觉 是幻觉 就是别人看不到 嗯 只有她看得到 就是隐形的朋友 对对对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 那个很可怕的校园鬼故事 对 就是有同学跟我讲说 哎 你不要去那栋大楼 我之后曾经有学生上去啊 对 然后看到下面有人在招手 她就跳下来了 哦呦 很多的那种民间传说都是这样 对对对 那其实可能是试幻觉 嗯 就是 呃 呃 我们一般人看不到 对 可是她的大脑却放电 让她看到了这个东西 红衣小女孩 对对对对 就没有发生的刺激 然后脑部却放电 让她接收到了 对 再来就是听幻觉 嗯 听幻觉就是 没有人 跟你说话哦 没有任何声音 但你觉得有声音 对 那我觉得听幻觉是需要讲比较清楚的 是因为思觉失调症的患者 大部分最先跟最常出现的幻觉经验 就是听幻觉 所以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在听幻觉的部分 嗯 是需要的 对 那听幻觉里头 哎 你有没有这种脑海里面会回旋 一首歌的那种感觉 有时候可能骑车骑在路上就一个什么音乐 还是什么就跑进来 对对对 像前几个礼拜我们路完那个编原人格 我脑袋都充满了 谁干 Continue size 这个算是听幻觉吗 可是那是我主动去 想到这首歌配对起来 这算幻觉吗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过年的时候 有一个小短片 非常的有名 就是有一个烟火阿嬷 然后她上节目访问的时候 就会说 咻 我跟妳讲 过年的时候 不是很多时间 家人聚会需要开车移动 我两个小孩 在车上 那节奏是合拍 合唱团吗 对 只要有一个人咻 然后另外一个就 蹦这个青大虾 那好合喔 然后常常这样 然后有一天 已经开学了 我自己一个人开车 我脑袋里面突然有个 咻 蹦这个青大虾 请问 我被洗脑了 还是我出现幻听 我就是被洗脑 听觉战流 对 这叫做耳虫 就跟我们在那个 圣诞节 或者是过年的时候 总是其实你回到 你外面就是 We wish you a Christmas 然后回到家 根本一点声音都没有 你会觉得 怎么到处都在Christmas Christmas 然后那个 过年也是一样啊 外面 叮叮叮叮 恭喜恭喜 你要回到家 根本你坐在马桶上 也没有任何人放歌给你听 你就觉得你耳边听到的是 恭喜恭喜你 是有一个医生 精神科医生 舒于平 他写了一本书 心理学学什么 2020年发布的 发表的 那他说啊 这叫耳虫现象啦 他就是一种自动冒出来 没有办法控制 想象出来的音乐 洗脑神曲很容易 所以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 突然咻 就 凤结了 进发下 那是因为我的经验里头 在那个场景里面 有那些关联的刺激嘛 被制约 对 所以情商的时候 你听到那个歌 然后即使你在家里 走在路上 在学校 你脑袋还是回学那个歌 因为那个情境 对 跟你的心境 跟这首歌的意境 是符合的 是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这个并不是幻听 那是音乐 而且呢 它是你脑海里面的旋律 幻听是什么 它是语言文字 它是对谈的内容 而且它是耳朵听到的 真的有听到 真的有听到 它真的有听到 耳朵旁边有个声音 然后而且是说话的 但是如果你脑海里面 咻 凤结金大仙 那个是脑海里面的 那叫被洗脑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谈了 一个是思考 有一些妄想 是现实不可能发生的 再来就是感觉 就是它会在感觉上 是现实中 没有人可以经历过的 那个感受 我们今天呢 这一集谈的是 思觉失调症 因为它范围真的是太广了 而且它其实有很多 是在戏剧或新闻媒体 甚至是报章杂志 在谈论某一些案情的时候 可能是会被放大处理的 那么我们待会下个阶段 回来我们就来谈 我就说 如果它不是像我们 在媒体当中看到的 这么被彰显的样子 而它有很多隐性的状态 可能不容易被发掘 那怎么样的状态 我们可能可以去判断或辨识 它可能是思觉失调症的 一些征兆呢 我们今天谈的是思觉失调症 前面一个段落 子星帮我们呢 点了几个 在诊断标准当中 可以看到 思觉失调症 可能会呈现出来的样态 例如像是妄想 再来呢 就是幻觉 包含了幻听 还有其他的一个 诊断的标准吗 对 那我们再来讲 这个感觉的部分 那妄想是思考的部分 思觉里面的思考的部分 那诀是这个幻觉的部分 也就是说 他经历到别人 没有经历过的 五官的这种经验 所以听诀 是一个我们需要最注意的啦 因为幻听是思觉失调症 最先跟最常出现的幻觉经验 所以如果你感觉到 家人朋友 他出现了幻听 一定要赶快就医 因为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就可以早期控制 那为什么需要治疗 是因为其他人都听不到 对 只有他听得到 所以如果当我的家人 或朋友不断的告诉你说 哎 我觉得有个声音告诉我 怎样这样这样 这其实是就应该要注意吗 应该要注意 那那个幻听一定是语言 不会像我们刚刚讲的是旋律啊 或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歌啊 不会的 那他会是一个语言 而且幻听都是很难听的语言 很难听的语言 比如说他就会说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 你真的是没有价值 你是个失败者等等 对 他其实他自己听到那个声音 他旁边的人都听不到 对 而那个声音都是一些负面的语言 所以会让他内心 其实就是会非常的害怕跟焦虑 那如果他因为听到那个声音 而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那其实就很令人担心 所以幻听真的是需要被注意到的 对 那有一些人会出现触幻觉 皮肤就是一个感官 就是身体的感官 所以你会发现 有一些这个思觉失调症的患者 如果他没有稳定就医 他很有可能有一天有触幻觉 他就会把衣服都脱光 然后在马路上跑来跑去 那他这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为什么会做衣服脱光这件事情 一定他出现的触幻觉 比如说他感觉有人在摸他 感觉到有人在捏他 或者他觉得穿衣服 那个感受很粗 不舒服 很像针刺 就是有一些触幻觉 那平常可能有的就是 比如说像这么热的天气 他还戴毛帽 然后穿三件羽绒衣 或者是很冷 他爱穿真理裤 就是因为这个完全没有感觉到 这个温度的变化 那还有一些嗅幻觉跟味觉失调 比如说他总是闻到恶臭味 或者是总是闻不到恶臭味 这个都需要注意 像是有一个这个学生 他来谈就是因为食物坏了他也不知道 他注小 然后呢 银鱼罐头开了 是不是很容易坏掉 没吃完 就臭声那种 他就放在柜子里 银鱼罐头很快就坏了 很快就食物发酸发臭嘛 对 然后隔天呢 他又拿出了吐司 继续吃吗 吐司早就发霉了 但是他完全没有办法 闻到那个味道 可是他 你说发霉可以看到那些发霉的霉般 思绝诗条 所以他完全感觉不到那个味道变了 所以当他把那个银鱼罐头加吐司一夹 所有的室友都冲出来了 就老师我觉得我们才发现嘛 那个学生怪怪的 他是需要这个被辅导的 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些 比如说在触觉或者是嗅觉 甚至是味觉听觉等等 他可能不只是单一出现 他有可能同时出现 分批出现 但是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出现在 思绝失调症的身上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 思绝失调症的患者 他其实很不舒服 真的很不舒服 也就是说 他脑袋里面会有一些 挥之不去的想法 然后可是他的身体的感觉 又跟别人不太一样 再加上幻听 确实不是一个很愉快的经验 他都会讲一些 令人很受挫的话 会驱使他去做一些 伤害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需要 特别去理解的 那第三个就是 他会出现解构式的语言 解构式的意思就是 disorganize 就是他没有一个结构 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话 会有一定的逻辑跟顺序 文法等等 即使结结巴巴的 我们还是可以听得出来 他到底在讲些什么 可是思觉失调症的人 因为思的部分 他的顺序可能没有这么流畅 然后他讲话可能会卡住 甚至他讲话会比较胡言乱语 自创心词 就是你不太能够知道 他讲的到底是什么内容 那举例来说 我也是跟个案谈爱 然后他跟我说 我不确定来源 吹风机 哦 然后跟思觉失调症谈 就是需要抓紧 他要谈的内容是什么 就很跳动 对 我就问他说 当我问你爱的时候 你说吹风机 这两个关联是什么 他就说阿嬷 那我就问他 爱吹风机阿嬷关联是什么 然后他就会说 我唯一想到被爱的时候 就是阿嬷用吹风机 帮我吹头发 这句话是经过40分钟 才铲除的 他是需要慢慢谈的 然后所以他就告诉我 他现在如果感觉 很需要被爱的时候 他就会用吹风机 吹自己的身体 你有没有发现 这很知觉 就是感觉 就是真的是体感 当然要谈到这个部分 真的花很久的时间 要慢慢帮他聚焦聚焦 因为他们在思考上面 就语言逻辑 其实是没有逻辑的 对 思考就会反映在语言上 所以要聚焦 再聚焦 才能够知道 他那些前后不连贯 或者是思维出轨的内容 到底在说的是什么 也就是因为这样 他很难跟别人沟通 我们大家很难快速的理解 他在想什么 听不懂他讲什么 需要花一段时间 第四个就是 会有一些异常的心理动作行为 比如说看起来总是在挤眉弄眼 这叫半鬼脸症 就是他的脸啊 或是身体啊 或者是比较僵直的 无法控制 就是看起来不太协调 对 不太协调那个的样子 所以你会觉得他脸部表情很木然 对 或者是你总觉得他总是在半鬼脸 但是又不是很自然的那个样子 这就是异常的心理动作行为 那第五个叫做负性症状 负性症状 负面的负 负性相较于妄想跟这个幻觉 它是正性的 正性的意思就是positive 它是可以透过药物控制的 妄想跟幻觉 可以透过药物症这个治疗 对 可是负性症状是没有药可以治疗的 嗯 负性症状讲的就是 比如说他会没有动机 嗯 他会不想做事 就一直处于低落感 就是整天只想躺着 嗯 什么事都不做 嗯 然后他也不太会说话 对 很少说话 然后没什么表情 嗯 然后甚至会在这个 不恰当的时机突然大哭或大笑 哦 这一些我们把它归类在负性症状 负性症状 是因为很少 目前为止 发现 没有发现任何药物可以帮忙啊 啊这也就是要跟 这些思觉失调症患者的家属宣导 嗯 因为他们这个就是这个疾病造成的样貌 对 就是他可能会脸部表情 是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 对 然后会容易大哭或大笑 嗯 然后他真的没有什么动静 那个动静会影响到 甚至连洗澡都不要哦 哦 卫生习惯也会比较糟糕哦 嗯 当然就是透过谈话慢慢引导 因为这没有办法有药物啦 嗯 就是透过谈话慢慢去引导他 嗯 那你前面谈的这一些是 只要有其中一个或两个 就该注意了吗 还是说他有没有可能是 哪一些叠加在一起的 呈现的症状 嗯 上面讲的这些的诊断标准里面啊 对 呃所有的诊断标准呢 这个在妄想或幻觉身上 对 是需要这个被被就是有这样的状况才会是的 对 所以妄想幻觉是需要被挑到的 至少要符合一项或两项 嗯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嗯 也就是思觉失调症思跟绝嘛 对 所以要妄想跟幻觉 那持续时间呢 就是我若发现我的家人或朋友有这样的 见讨 那他持续多久 像之前可能有你三小时以上八小时以下嘛 然后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之类的 这个啊 这个持续时间他其实在病程的变化上 他会有一些前驱的症状 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诊断标准 其实是一个时间的切面 哦 也就是说他已经发病了 嗯嗯嗯 你会看到他有妄想 对 有幻觉 嗯嗯 然后发病了 所以其实就要立刻的帮助他 就是找专业人士 是是是 他出现的这个其实就是发病了 OK 但是人是一辈子长出来的 他是一个轴线 他是一个时间轴线 所以有这些症状并不是一个起点 说这个时候开始你要注意 是他其实已经持续 你不知道有多久时间的那段时间 他已经持续一段时间 但是出现了妄想跟幻觉 就是治疗的时候 嗯嗯嗯嗯 好我们在这一集当中 我们谈的是思觉失调症 哦 那因为他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广大 而且他在我们现在其实 呃的这个社会当中 可能因为一些呃 戏剧桥段或者是新闻或媒体 我们的报道的呃渲染 或者是说可能没有办法 花太多篇幅去了解 这样一个症状的状况之下 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或者是偏差 所以在这一集当中 其实我们比较主要是在于说 让大家很清楚的明白到思觉失调症 他不是绝对的暴力 对对对对 我想补充说明一个 因为下一集要隔一个礼拜才要讲嘛 我们刚刚把思觉失调症的这个症状都讲出来了 可是思觉失调症的终身盛行率小于百分之一 所以他不是这么常见的 也就是说在台湾的调查里面 一千个人 大概只有三到五人会得到 他并不是这么常见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象说 啊觉得这个好像很可怕 然后这个比率很高 其实他蛮低的 所以第一个当然是比率的问题 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正视 我从节目一开始这一集当中 其实子兴就帮我们分享 为什么他会从精神分裂症 改名叫做思觉失调症 显然是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探讨 我们会误会了这样的一个病症 反而延缓他接受治疗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再更深入的来聊一聊 如果说真的发现到了 有这样子一个思觉失调症的患者就在身边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协助他 或引导他去寻求一个专业的治疗或心理资伤 那么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也关注悄悄门聊心室 不管是在广播的平台锁定 FM99.1大千电台 或者是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包含我们的Podcast频道 都可以锁定悄悄门聊心室 那么也感谢子兴跟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这么棒的案例股市 谢谢子兴我们下次见